诗篇第十篇第一节那里说 耶和华 你为什么站在远处 在患难的时候 为什么隐藏 这节经文常常可能是 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相似的感受 这种感受就是说 我们往往在困难的时候 好像神离我们很远 好像神不与我们同在 这常常是我们的感觉 好像我们的祷告 神好像没有回应一样 在基督教的书房里面 常常有一幅画 这幅画就是说 在沙滩上的脚印 这个画的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人生有时候是两对的脚印 有时候是一对的脚印 假如把这个在沙滩上的脚印 比喻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一种埋怨的心就说 特别埋怨神说 神啊 好像在我们的人生比较顺景的时候 祢在我们旁边与我们同行 但是在我们的逆境的时候 好像祢就离我们而去 剩下我自己的脚印 载走我的人生的道路 但是神的回应是怎么样 神回应说 你知道那一对的脚印 到底是祢的还是我的 往往神对我们说 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 其实是神抱着我们走这条路 那一对脚印不是我们的脚印 而是神的脚印 世人提醒我们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神仍然地与我们同在 只是我们常常不愿意 让我们的生命 交托在神的手中 因为假如我们给神 拥抱着我们去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好像我们已经没有 自己的个人的意见 可以去表达 但是神说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把个人放在神的怀抱里面 让神拥抱着我们去走 我们的人生道路 其实更加的美好 很多时候 耶稣跟我们说 反而劳苦 跟中担 我们是否愿意 把中担交给神呢 很多时候 我们会把中担交给神 只是交托之后 我们会马上把中担拿回 好像神不行一样 弟兄姐妹 愿你跟我去学习 凡事的交托 愿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